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4月4号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个小知识点 如何把网页变成黑白的 今天各大网站以及各种APP都已经变成了黑白色 为了悼念我们失去的同胞 我的个人网站也变成了黑白灰色 那么这个方法是如何实现的呢 以Avada主题为例 现在这个是Avada主题的弹幕演示站 默认是彩色的 我们先来到Avada的主题选项 里面有一个叫自定义CSS 然后粘贴一行代码 这张代码我打到屏幕上 购买过课程的同学可以下载参考资料 我把这段代码放到一个文本文件里 大家直接复制粘贴即可 然后点击保存 如果有安装缓存插件的同学 这时候要清除一下插件 我们再刷新网站前台 就变成黑白灰色的网站了 去掉了彩色 不但是首页 就连里面的内页 新闻各种效果都变成了黑白灰 我在Avada主题 还有newspaper主题上都试过 都是有效的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以后用不到这个效果 欠缓激